現在就是 要穩定就是BKK1 然後要長久 長長久的話就是 就是往那個泛雷露裡面去 對不對 剩下的地方真的不是 喜港活動 賢利 你都覺得不是我們可以去的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都是人家中國 全部在包起來在做 你根本就搞不贏他們 內卸一大堆 你看原本共部要蓋機場 賢利要蓋機場 然後西港就蓋機場 全部都中國把它蓋 鐵路 高速公路 因為那個范雷鐵路 它現在那個從雲南到 然後到那個廖國那一段已經確定要蓋了對不對 好像有簽約 確定啊 泰國那一段 泰國那一段我之前看新聞 他們跟他簽約不是高階 那中間昆曼鐵路都空啊 你這樣可以高啊 那昆曼公路啊 昆曼公路空的啊 那我有去過啊 鐵路 我測個去看耶 到那個 我是昆明然後去那個 這座昆曼公路去到那個叫 這個啊你看這個啊 紅色的都好了 紅色是都好了 所以為什麼他敢說2020年要通這一條 對啊 因為這一條已經好了 他只有這邊 這一邊跟這一段現在在那弄嘛 他只要把這一段弄好 這兩段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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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再轉了 你們先怎麼會改 藍色 藍色是正在弄的 藍色是計畫中 可是公路都好了啊 這是鐵路的 然後綠色是在做的 進行中 顏色是 好我試試看 但是聯護國跟那個中國簽約了 有簽約了 有簽了 是有在做的 對啊有簽了 好吧來吧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好 謝謝阿姨 萬常搶 蛤 好現在我們要 你不用坐在前面嗎 你不講啊 我拍照啊 都拿講 都拿講 好那 我們名字是寫你們兩個人 就一對 金童玉女在 在那個柬埔寨 失敗的經驗 對啊 對啊 不過我猜也不會完全是失敗的經驗 完全失敗 大概就回不來了 不會來這邊講 好那 我是參賽時光的 沒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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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參賽時光的負責任 所以兩次都沒電 蛤 沒電 沒有很多電 你也是亮光的 剛剛我們有三支 超多支 沒有麥克風的話 那個 那個 直播都聽不到 好,我們找我們的工程師上來修 電源關掉了 電源亮著 全部都不亮 真好 那些按鈕有沒有關掉 欸,洗掉了 所以剛剛是沒電了 他現在全部洗掉了 他沒有電的那個電源問題 有電有差 有電有差 他現在這邊也洗掉了 嗯 欸,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 不管去哪裡 都會有完全無法預測的事情 他為什麼會完全熄滅這個 如果今天講失敗 所以他就壞掉了 失敗一個什麼叫失敗 的東西 好,那我們東南亞主題書片 今天的題目非常適合 這樣不能講 那我們通常都不然講文化 講文學,講歷史 但是 我們也不反商 商業這件事情實在是重要 欸,怎樣 這就是Joy 是我們這邊最厲害的 全能的工作人員 從電器到任何 包括東南亞知識 他在東南亞也有很多很多的經驗 好,那 我們會講很多東南亞相關的主題 其實也會有一些跟東南亞不相關 但是,在台灣比較少聽到的 比如像 這一位我就一直想到他來講 不過他時間一直喬不定 他也是世界各地跑來跑去 所以像印度啊,非洲啊,歐洲啊,中南美啊 有一些在台灣不是那麼主流的題目 我們這場地反正就弄下來了 就希望在這邊可以有很多的分享交流 那今天來聽的朋友 也歡迎大家聽完之後 也覺得自己有一些東西可以告訴別人 好,願意交流的也可以來這邊 跟我們講一聲 我們就安排時間來講 那把你的知識,把你的經驗告訴別人 其實也會有回饋啦 所以在這邊講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空間有另外的一個 形成一個氛圍 其實對話是很容易的 因為樓梯在那邊 講者在那邊 他走不掉 所以 所以每次講完 其實大家會談很久 那現在 因為我一粒一休 所以我比較好感人 所以 免得大家一直要講一講 10點、11點 然後 我說我們工作人員會告我 這樣不好 所以請大家再 通常是出去到麥當勞 自己在開第二套再講 好,那今天這一場 報名的非常多啦 不過一方面 這個上班時間也還有點來不及 所以7點不會到 那椅子你們就就站好了 後來就自己坐地上 哈哈 現在可以躺著 那 這一對金銅玉 你也是上一次 你們是參加哪一場活動 被我抓到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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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CP 我想回憶一下 我自己搞不清楚 我們這邊辦蠻多這樣的活動 那他們就 在聽眾裡面就 就閃閃發亮 就看到 這不太是一般的聽眾 所以之後我就把它留下來 然後 拜託他們來分享一場 他們在東南亞 在柬埔寨這一個 其實很難得的經驗 就失敗 而且沒有完全死掉 所以才可以講 完全死掉我也找不到他們 就他們曾經有失敗的經驗 那 失敗之前當然有一些冒險 有一些判斷 有一些蒐集資料 那有成功的 有不成功的 所以就奧達曼來 講一場 看盡可能講吧 就是你 在人身安全沒有問題的狀況下 可以講的都盡量告訴大家 好 那我們拍拍手 歡迎 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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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這樣子 你也要嗎 用這個假 這樣 比較不用 而且那個 線上的百萬聽眾才聽得懂 沒有 我今天 其實就分享啦 我就覺得就是分享 那 柬埔寨這個 手搖飲料 珍珠奶茶的 失敗分享案例 那其實我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姓曾 曾鴻翔 我自己本身 不是做飲料的 我是做地產的 對 那 為什麼會接觸柬埔寨 為什麼會接觸珍珠奶茶 其實 大概要講回 大概四五年前 四五年前 海外不動產 開始熱的時候 那柬埔寨就是一個亮點 所以我們是算 蠻早進去的一批 那 那時候就進去馬靠奇 看到很多 呃 反正那邊 商業發達的地方 對 那就 在賣房子的同時 想說你也來 自己創業 但是因為 不了解當地的民俗風情 跟一些 一些規則 所以造成了一些 失敗跟一些 一些 一些 精神跟金錢上的那個損失 對啊 那 就簡單看一下這樣子好了 其實這個早期啊 柬埔寨嘛 柬埔寨你們知道在哪裡嗎 有人 應該 除了大哥以外 還有人沒有去過嗎 你們都去過 都去過 三個半小時的 飛 欸 就大概離台灣大概三個半小時 那這個照片 就是我們很 很早以前 大概四年多前拍的照片 齁 那 那時候很封台灣 然後很封 手搖飲料 那 左邊這邊啊 那個 左邊那個是 他們當地百貨公司 就有網 就賣那個椰子 一個一塊錢 那路邊的就是 四千減幣 那 旁邊的就是 手搖飲料嘛 齁 那 這個是茶泰 茶泰 然後 這個也是茶泰 旁邊也是飲料店 那 這裡面 他們的 然後這個是 供茶 對 這是供茶 然後 通通都是排隊 然後 那個 斜角亭 斜角亭 那 這是台灣人開的 所以那個時候 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算網 那些飲料店啊 早在 五六年前 其實就已經進去 最早進去的時間 是茶泰 茶泰 目前在 柬埔寨 總共有25間分店 總共有25間分店 那 供茶 現在已經全部都收掉 供茶 全部收掉 那現在柬埔寨來講的話 就是 茶泰 跟 Coy 對 Coy 是算是手揚飲料的 比較好 呃 比較前面的 那再來就是 水象茶農 水象茶農 那最近有聽說 大院子也要進去 大院子 對 那 比較可惜的是說 當時我們想要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 一定嘛 碰到兩個問題 到底是要自創品牌 還是要加謀 那 成本考量一定是自創品牌嘛 這個也很早 這個台灣珍珠奶茶 一下機場就可以看到 齁 然後這個 Cupsy 這些都是台灣的品牌 那做 有沒有很漂亮的裝潢 他們那邊的飲料店 都一定要有位子 然後一定要可以做 可以 可以給學生 有點像我們早期的泡沫紅茶 但是又沒有泡沫紅茶的等級 那麼低一點這樣子 對 Cupsy也收掉了 這個Koy 這個Koy就是 台灣的五十蘭 那 這Koy我稍微講一下好了 它很厲害 台灣的五十蘭 到了東南亞 它叫Koy KOL 那 你把它反過來看 是像一個中文的DOT 對 那 柬埔寨的冰塊 DOT 所以他們就會 從名字的 從在選名字的時候 他們就會 把它想進去 對 SATAI嘛 他們就會說 GO TAI 去SATAI 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去做 對 所以 你那個名字 當時我們在設想這個名字的時候 我們就 花了很多的 心力 跟柬埔寨討論啊 什麼東西的 那 這一間SATAI 你們猜看看 欸 不是這一間 這一間Koy 你們猜看看 它一天可以賣多少杯 一天 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 三千 對 早期 在金邊只有三間 那我們真的坐在那邊 按計算器 它真的一天是三千杯 沒有停的 對 沒有停的 而且他們那邊還有所謂的 外 得來數 他們得來數是怎樣 很好玩 它門口有保安嘛 保安 保安 幫你安排那個 停車什麼東西的 那你車子開過去 沒辦法停 你就跟保安講 啊我要我要 我要什麼什麼什麼 它就會幫你弄 這樣好 然後賺錢給你 給他 對 三千杯 那那邊的珍珠奶茶一杯 大概兩塊半 兩塊半 但是它是五百CC 五百CC裡面有一半是冰塊 有一半是冰塊 你大概喝兩口 就沒有了 對 大杯的 大杯的也沒有 也沒有這麼大 也沒有這麼大 大概就六七百CC左右 對 大概就喝三口 多一口 可是大杯大概就要到 三 三塊一 三塊二 這樣子 我講的都是美金 因為那個國家用美金 那 所以好不好賺 真的很好賺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好 那我們也來搞個飲料店好了 但是 殊不知我們真的是門外漢 因為 除了找店面以外 你還有原物料 原物料你還有怎麼進關 怎麼出關 怎麼清關 怎麼東西等等等等 很多 齁 然後 甚至他們的包裝 你看這個 這個 他弄得像不像台灣的那個 像不像星巴克 他們自己出那個杯子 保溫杯 茶杯 齁 茶葉 他們這樣子在包裝 他們把那個東西弄成一個精品 你可以看到這個 我特地拍了一張這個 這個Menu 這是台灣的五十欄 對 那 這是他們的價目標 大的 跟中杯 對 小的跟中杯 就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當時就是 認知就是真的是非常好賺 非常好賺 那這個 這個雞排啊 其實就是 這個雞排其實是一個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人 然後來台灣學 就是派克雞排 對 派克雞排 真的味道就跟台灣一模一樣 他特地還找了台灣的師傅過去經編 幫他調料 幫他訓練 賣一塊賣三塊半 現在還存活在嗎 還存活的 可是價格往下盪 盪了很多 對 盪了很多 這些東西 都是早期 他現在就改成這樣子 行動殘車 雞排加上一杯可樂 他當初是賣三塊半 現在是六千簡幣 六千簡幣 就大概是一塊半的美金 大概一塊半的美金 對 因為 為什麼會差那麼多 因為我們不瞭解當地 所以我們用台灣人的思維 在看 在看國外 對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這一點就是 我一直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當我們到了國外 我們要 忘掉台灣的想法 忘掉所有的想法 先 適應當地 瞭解當地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生活習慣 他們的人文素質是怎麼樣 的樣子 在柬埔寨那麼熱 他們其實不喜歡吃炸的 他們吃烤的 跟泰國不一樣 泰國很喜歡吃炸的 那是因為泰國有很多的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 連接的都有 都有那個 路橋 都有冷氣 所以他們吃炸的 他們無所謂 但柬埔寨不一樣 所以其實在柬埔寨 在越南 你會看到 炸物比較少 對 主要是這個原因 因為太燥熱 那再來就是 費用的問題 那邊 其實 求薪 求便 他不怕花錢 他們真的不怕花錢 那邊的有錢 比台灣多多很多 對 可是你不要拿台灣 已經 落伍的東西過去 那馬上會被他們打槍 他們就是要薪 就是要便 就是要燦爛 就是要兵分 對 他們就是要燦爛 要兵分 我們台灣講究的 是所謂的健康 他們那邊就叫不健康 我的飲料 就要加色素 加很多 我的什麼東西 就要加 就是要彩色的 他們就很喜歡 對 那 好 我就回到這邊嘛 自創品牌跟加盟 那我們一開始一定是選自創品牌 那自創品牌的話 就是你品牌設計 資金 地點 裝潢 人員 保安 這些東西等等 所以我們就開始啦 先從設計開始 設計最簡單是什麼 Copy 這是我們當初 Copy 這是我們當初設計的 對 這個兔子先生 就是台灣有一個很有名 叫做兔子兔子 應該大家有印象嗎 直接把他抓過來 Copy是不是最快 對 所以這是我們當時的一些設計 店面 夠不夠兵分 很兵分 很亮麗 對不對 好回過來 資金 資金這個 因為我們弄房地產的 其實我們資金都還OK 還OK 所以再來就是地點 這個地點的時候 我想要這個地點的話 就很重要 地點有分 因為你在東南亞有分 所謂的本地商圈 還是外國商圈 本地商圈或外國商圈 有去過柬埔寨 大家就知道 可能BKK1 可能奧林匹克 可能堆鼓 還是什麼東西 那每一個商圈 它的消費時間又不一樣 它的消費時間又不一樣 所以你鎖定的客戶群也不同 那 我那時候在找店面的時候 很辛苦 我想說我仲介出身 做了十幾年 找店面這種小事情 但是 我坦白講 我找了快三個月 快三個月 我真的找不到店面 為什麼 因為東南亞的店面 其實他們沒有所謂的店面 他們就叫排屋 那排屋大概都四米寬 十六米深 四米寬就大概我們這麼寬 差不多是這樣 這樣店面好看嗎 一定不好看嗎 太小 但是 你要找兩個店面就變八米 太大 對 最好的就是那種六米寬的店面 在那邊找不到六米寬的 除非你租一塊地 然後自己蓋一個鐵皮屋 對 那邊其實現在還蠻流行這個樣子的 就租一塊地自己蓋一個鐵皮屋 對 好 那我好不容易找到了 一間店面 大概七米左右 對 在甘龍街 在甘龍街 可是房東跟我開價 他 我記得一千六百塊一個月 美金 一千六百塊 那個時候的匯率大概是三十三塊多 接近三十四 對 可是押金 他要收多少 大家猜猜猜看 真的 猜得有獎品 大家猜猜猜看 一千六百塊 不對 少一點 八個月 誰 耶 猜得有獎品 真的 美麗的那個 比較小的紀念品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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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塊的美金 八個月的押金 沒有聽錯 真的沒有聽錯 為什麼是八個月的押金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在那個 剛好在那個時間點 我坦白講 不知道是我的運氣不好 還是台灣人的名聲 在柬埔寨真的沒有那麼好 在那個時間點 剛好被抓到 很多台灣人 在柬埔寨做詐騙 在柬埔寨做詐騙 真的沒有騙你 所以很多柬埔寨的房東 聽到台灣人要出往 那押金都是五個月十個月 那我在乾廣街看到的那個店面 就在學校的正對面 旁邊也是一個國際學校 後面一個國際醫院 其實那點還不錯 那房東是村長 房東是村長 他跟我開家八個月 因為我是台灣人 所以我就學乖了 下一個店面 我就叫我的本地人 本地朋友去找 那後來我找到在諾羅頓大道 諾羅頓大道 BKK1旁邊一點點 對就是50安 Coin在前面一點 加油站旁邊那邊 那那個店面比較貴 兩千塊 可是押金比較合理 兩個月 對 兩個月 但是又出現到一個問題 我們正常簽約開店大概一次 你們覺得要簽多久 比較合理 開店租 租店面 你包含裝潢 你要打回 你要算回那個成本 大家覺得 猜猜看吧 沒有 三年可能打不回來 正常差不多要五年 對 你裝潢大概差不多要五年才可以回本 可是那個房東又說啦 不行 我只給你簽三年 我只給你簽三年 三年之後 再續約 就是 那個店面就是 剛剛你們 我給你們看Cup C的那個店面 很漂亮 裡面還有一棵樹 那我想說 三年 那你的裝潢 我是不是還可以用一些 他說沒有 我都要半光 我都要 我都要清空 對 那我說 那我可不可以簽五年 他不行 我說三年 那萬一我生 我心裡面 OS在想 萬一我生意做得不錯 你要給我漲房租的時候 那怎麼辦 而且你本來就是飲料店 你到時候你給我 亂搞我是外國人 所以又這樣子 又不了了之了 又不了了之了 那最後呢 最後我們就想說 在這個同時 就是在找店面的這個同時 我們其實 我有找一些朋友 在問一些原物料進出口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又來了 大家猜猜看 柬埔寨 旁邊是越南 然後在泰國 我從台灣進貨 我拉一個二十尺的貨櫃 直接進柬埔寨便宜 還是直接進越南便宜 然後越南拉陸陸過來 還是進泰國 然後泰國拉陸陸過來 怎麼樣比較便宜 越南比較便宜 對越南比較便宜 我的貨櫃拉到越南 再從越南走陸陸這樣進來 這樣的費用 我走三趟 大概等於我直接從台灣 拉到金邊港的一趟 二十尺的貨櫃 對 那個費用很可怕 而且那個時候 茶泰 如果大家有去柬埔寨都會知道 茶泰 茶泰經常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斷貨 茶泰為什麼會被 Coy趕過 其實就是因為斷貨 我可能點個珍珠奶茶 沒有珍珠 我點個奶茶沒有茶 甚紅茶 對 可能什麼東西 因為都仰賴國外進口 就是因為這樣常常斷貨 所以茶泰其實後面的市占率開始下降 然後那個Coy就趁機 趁機趁機往上升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哇天啊 自己搞這麼麻煩 那 到底怎麼辦 我那時候 運氣還不錯 我碰到一個台灣的好朋友 他開了這間店 我找一下圖片 這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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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間他花了多少錢 大家猜猜看 一二三樓 一千萬台幣 對 一千萬台幣 這一間 其實就在 永望旁邊走過去 就按八 再走過去五分鐘 那這一次一個一貫道的道清 那我就跟他聊天 他說他全部的東西都是台灣進口 他一次就是40指的貨櫃 然後他還在柬埔寨租了一個倉庫 等等等等很多 那他說我真的建議你不要自創品牌 那當然還有很多好朋友都這樣建議 那我想說好吧 那不要自創品牌的話 那就談加盟好了 那加盟其實想來想去台灣飲料店這麼多 那 我 該有的好像也都有了 有茶泰 有共茶 有 有 那個 有 有 有斜角亭 好像剩下沒幾天 所以我就選擇了這一間我最愛喝的 呵呵呵 我就選擇了這一間我最愛喝的 我就去跟他談加盟 那你猜加盟金多少錢 全部total加起來大概700多萬 大概700多萬 我那邊有一些報表 如果你們有興趣 等一下可以給你看 對啊 那 700多萬 對 700多萬他叫我兩年之內開三間店 兩年之內開三間店 那開三間店沒有問題啊 今天我要開三間店嘛 還不容易 對不對 但是規格 還有試調 那時候我就提出一些問題 我說 我錢付給你沒有問題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先過來幫我們做一個市場調查跟評估 那你們的費用我們出嘛 你們的費用我們出嘛 對不對 既然我們真的有幸要跟你加盟 對不起不要 很堅持不要 因為我最愛喝的這間飲料店啊 他們很急歪 他們真的很急歪 他們其實他們從頭到尾他們不開放加盟的 他們在台灣都是所謂的內部加盟 海外的就是也一樣內部加盟 你員工才可以加盟 其他的你外面的要加盟他不給你 所以他故意會把一個門檻調到很高 對 那我說那你可以 你先給我一些規則嘛 我們可以先看嘛 我可不可以達到這些數字 數量什麼東西 他說你先付錢啊 你先付錢 你付錢我就給你 你付錢以後我們再來談 我說付錢是付定金嗎 還是付什麼 他說沒有啊就簽約啊 那簽約啊 簽約合約一次五年啊 那我給你緩衝嘛 你前面兩年先開三間 後面你要開五間 那之後每一年要多兩間兩間兩間 所以當時也提了一些報告給他 在這邊這些都是 15到18的斬電數字 然後我們甚至到吳哥到西港 然後對大概就是這樣子 反正後面談了很久 最後也看不下來 也看不下來 可是這個同時 因為這東西都是同時在進行的 你們看一下這查太的報表 對啊 我連查太 我連店長都 我連人員都已經挖好了 我挖了兩個查太的店長來 這可以公開講嗎 可以啊為什麼不行 對啊 我報表都兩個給你看了 對啊 左邊是查太 右邊是Coco的 右邊是我愛喝的飲料的 我愛喝的飲料的 對 這些數字都很公開 只是過期了啦 只是都過期了啦 對啊 查太一間店他們那樣子斷貨的狀況下 一間店一天平均大概賣300杯 200到300杯 對 那 我覺得好家在啦 好家在那時候沒有開啦 那時候沒有開 因為後面的市場整個變化很大 包含共查全部收掉 查太收掉幾乎一半 然後斜角亭也收掉 對 那收掉的原因其實就是 國際企業進去 國際企業進去 那現在有沒有 還有沒有台灣的店在那邊開著 有 其實還是有 我就講了 像水上茶弄就我們的好朋友 大院子下個月準備要進去前不再了 對 就會比較辛苦一點啦 對 那 呃 大家應該很好奇 我這樣子 弄了多久的時間 我這樣大概弄了一年的時間 為了這個飲料店 那 花了大概多少錢 因為失敗嘛 失敗就一定代表有賠錢嘛 賠了大概多少錢 你們猜猜看 猜猜看 猜隊有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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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猜隊有獎品 五八萬 沒有那麼多啦 兩萬一塊 大概接近三萬美金啦 大概接近三萬美金 因為你挖了 人家的店長嘛 你 還是要付他薪水 那店面你要付 訂金 對 店面你要付訂金 他們那邊的訂金就是你付了 就沒辦法再拿回來的 對 然後一些原物料 一些要打點的 一些咖啡錢 官員 然後一些曝光行 那些都是需要打點 大概就是差不多 接近三萬美金嘛 對啊 那後來 搞了這麼久 搞了一年的時間 最後想想還是算了好了 我還是乖乖的回過來做房地產 對 所以現在在建設公司 所以你剛剛那個荒 那個場地是 沒有開始營業過 沒有開始 但是設計圖都畫好了 對 設計圖都畫好 其實你們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有裝飽嗎 沒有啦 沒有 但是人員都找好 設計都找好了 其實 這是 這個是我們直接 就是 我就直白的講 就是copy那個兔子兔子 所以我們就是兔子先生 那時候吸管啊 我們還設計 吸管上面有一個紅蘿蔔 反過來咬一口 就像你在吸管 很好玩 對 就像這樣子 對 這是實體的 這是3D 這設計師畫出來的圖 對 這是 就是去丈量過後 丈量過後 實體畫出來的圖 對 那 這個是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 另外一個 他們是在去泰國的 他們也是 智創品牌 那他從 茶 開始 室內的海報 然後 他這個是杯子 吸管 袋子 然後店面 糖棒 制服 Menu 菜單 然後 包含你的外帶杯 你的 你的內用杯 是什麼樣子 這些 大概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參考一下 你智創品牌 就是要去搞這麼多 有的沒的 對 那這包含你的 原物料 運送的車 那 所以為什麼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後來我們決定就是 加盟就好了 省麻煩 對 但是 殊不知 那個我愛喝的飲料店 這麼機車 對 那 那 可是 柬埔寨可不可以去 東南亞可不可以去 其實我覺得還是可以去啦 而且未來的市場 一定是在那個地方 那 那個地方的話 我真心誠意的建議 如果說是要去做生意的話 先去住半年 為什麼半年呢 前面三個月先把自己 進空 先把自己進空 先把自己進空 去瞭解 當地的文化 人文風情 人文素質 後面三個月再去想說 自己會什麼 可以做什麼 要怎麼做 能做什麼 東西 對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至少你啊 三個月到半年 是一定要去住 住的 那再來就是 在那邊做生意 跟在台灣做生意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你的預備金 你的預備金 一定要在台灣的Double 假設你在台灣 打算就是100萬 你到了海外就是200萬 甚至要250萬到300萬 為什麼 因為你有庫存的問題 你有貨運的問題 你的航運正常 從台灣到越南到柬埔寨 這樣子大概 呃 45天 45天還不含清官 不含一些 呃 其他的不可抗拒的原因 對 45天有些會抓到60天 對 那這中間還有很多 國際貿易的關係 什麼 呃 到港啊 還什麼什麼 對 還蠻複雜的 所以 我真的真心誠意的建議說 如果大家對東南亞有興趣 先過去住三到半年 先過去住三到半年之後 實際了解了以後 再下去做 對 因為現在的資訊 其實都已經很發達啦 像我跟現場有一位大哥 我們早期很早進去 我們就房子就給他買下去了 對 那時候資訊真的一點都不發達 就看雜誌看一看 飛機票買了 就過去就買 對 然後到現在他的房子還沒有租掉 我算運氣比較好的 我的房子有租掉 對 沒有租掉 買到現在都沒有租掉 是剛剛 農業還交而已 對 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個資訊 對不對等 很重要 對呀 然後你了不了解那邊的文化 了不了解那邊的生活作息 對 像做雞排的就很慘 做雞排就很慘 對 那那邊不用擔心貴 只要是當地可以接受的 你是有創意的 那邊都很買單 都很買單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什麼叫創意 東南亞那邊有 很流行就是椰子嘛 椰子一個就一塊錢嘛 對啊 可是你們有沒有看過 這樣子的椰子 對 對 對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樣的椰子 沒有對不對 很好玩喔 這就是一開罐的椰子 給你們看一下他的影片 很好玩喔 我是王瑞瑤 你都沒有有看過這樣子的椰子嗎 有看到椰子的一開罐啊 而且聽說的這一整箱是從泰國進口的 送我這箱禮物的人是 哈囉 哈囉 哈哈哈哈 他是醫生 醫生你為什麼會發現這個東西 好好玩 因為我都定期都會去水果批發市場 看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然後我今天早上去逛市場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 他在箱子裡面我想說 那是椰子 為什麼有這個頭 為什麼會有這個一開斷頭 然後你看他都這樣做很好的 他說直接進來 這是因為台灣人不會開椰子 老闆告訴我 這是台灣人在泰國設場的專利 要一開一塊一打開 裡面有一個模 然後我們今天就配合 可是你開過嗎 可是你開過嗎 我還沒開到成本來的 我們就試一個開開開 我們現場就開一個給大家看 而且我要給觀眾朋友看 你看 他們就會每個椰子都做一個 做一個架子 而且上面很清楚的告訴你 你知道它的營養成分 它的熱量 有沒有好有趣 然後呢 還有你看 上面也有教你怎麼開 對 就是一開罐 拉罐 看囉 現在就一直他開始幹 看 那拿杯子嗎 不知道 可爺 你要不要弄我了 可爺 你要弄我了 我來研究 應該是這樣嗎 喔他過來壓一下 壓一下 唉唷 有這麼閉嗎 對對對 這樣就好 他用吸管吸對不對 這個膜輕輕 因為那是椰子本身的膜 你只要把那個膜弄開 就可以吸 用吸管吸了 天啊 怎么这么好笑 大家有没有看过像这样子的 有没有拍罐的椰子 可是我们家里有 好啦 我看到这里了 我们要去喝椰子了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呢 坎桶呢 大家在喝椰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把外面的很硬壳弄掉 然后就会露出一个最脆弱的地方 所以我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用这样子的方式 好聪明喔 他的椰子都变得时尚起来了 拜拜 有没有很厉害 很厉害喔 很有创意吧 对啊 这个 这样子的椰子 你们猜 在柬埔寨啊 在柬埔寨 这样子的椰子一颗大概多少钱 就大概一块钱美金嘛 可是变成一开罐的椰子 你们猜猜看他的身价变几倍 所以三倍 对 三倍 但是你加工需要多久的时间 其实没有多久 那打开就是像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现在在柬埔寨很流行 一颗三块 卖翻了 当地人都觉得神经病 对 可是外国人就是很爱 对 对 这就是创意 对啊 这就是创意 所以 那边真的什么都可以做 只是 怎么做 那你有没有想到 那 这个 是 好朋友 对 在柬埔寨的金邊已經發展多時 過去聽到了很多都是製鞋啦 帶工的工廠 不過呢今天我們來看看的是兩個 很有人味的台上故事 第一隊是來自於台東的兄弟 他們買珍珠奶茶 另外呢還有一個非常可愛的超市 這間超市所有的東西 幾乎全部都來自於台灣 這叫柬埔寨的街頭 在柬埔寨的街頭 對 在柬埔寨的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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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著黑天店就會聽到很熟悉的語言 柬埔寨的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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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走去日本的那一店 那一店 那一店 在柬埔寨的街頭 是跟他們一樣不一樣的感覺 客人 客人 客人倒是覺得就挺新鮮的 來自台東的一隊兄弟 在一鄉 帶來認同台灣 為打造港台北英零以前的地標 和店裡當正點之高 這個國家有些蠻喜歡嘗試性的 PKK1 這叫省下場 他們現在準備開第二天 他們一直有嘗試的機會 他們這個國家 就是跟台北 不排四巨小遊戲 至今編護罰客人 無論要怎麼接地氣 也往言為堅 一開始為了推網 出出脫避 後來想了一個辦法 找到令人 來拍網路廣告 不得夠 還有 我來這個兄 就給我問人太多 但是不像這麼多 屋裡頭又一安本 一開始拍到這支廣告 兩兄弟沒得住不提 不過想放出一搏 沒想到在網路上搭出好評 他們算找來會說中文的店員 去打門面 只要媒體不光 或是形象廣告 全都由他出馬 大家都知道都會有問題 但是 像其實這邊也有很多台灣的年輕人在這邊 那久而久之大家認識很多 其實我覺得 也大家都有一種革命情感 大家都在這邊努力各行各業 我覺得這個沒有歸屬管道是還好 那當初我們也沒想到說 可能會這麼受台灣人的歡迎 大家也喜歡 鏡頭轉到晚上的金邊 在這個小街區 處處可以看到繁體字 這是台灣人聚集的小社區 入夜之後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由小台灣去支撐很多繁體字 很多台灣人開的店 而在這邊比較特別的是一家 全家超市 這個全家超市 還有賣豆子等等 一間小小的便利商店 裝在滿滿的台灣人必需品 一間小小的便利商店 裝在滿滿的台灣人必需品 醫療方面的 他們第一個叫不放棄 大家習慣 這間還叫不放棄 真的是 陳小姐當初也是常來今天的訪客 對這些超市影響非常深刻 後來店老闆想要頂讓 又乾脆舉家搬過來了 我們要吃飲酒 有的嗎 台灣人的飲品 都是過節 中節要吃湯圓 中節要吃粽子 在這間小店偷偷能夠做到 甚至還有每個星期 空入過來的 這是現包的 現包的 還有 還有 禮灰 禮拜三禮拜六 這個是台灣的 通牢的現包 出事單字 證明是有假老闆的 台灣通牢 在這裡 把台灣人 照顧得好好的 在附近 吃飯店的小養 對這間店 也很有感情 它整個大環境來講 跟 不要講說跟台灣 跟中國 跟很多國家其實是比不上 但是 它是發展中國家 所以它是進步非常非常快 那它身上附近也是很快的 雖然說會辛苦 可是 會看到很多 這個人在 看到很多 在台灣很多的東西 南響的台燒 在一地打拼 和對共襄思念之間 其下是在宏流當中 一個又一個的發光故事 把過去的商戶忘記 現在大家努力掙錢 而且呢 好啦 其實給大家看這個影片啊 主要就是想讓大家看到說 從年輕人到老年人 大家都想要賺錢 大家在今天就有很多的機會 像剛剛那個全家超市的惠美姐 那個惠美姐 很可愛的惠美姐 台中人 他們固定一個月 呃 一 一次 四十 一個四十尺的貨櫃過去 每隔月固定 對 那 那一間全家 甚至 我們最近也有好朋友嘛 面膜 從他們家當銅路上 上架 對 對啊 所以他們也是 運到越南 再走路運進去 這樣子目前是最省 關稅是最省 所以是金邊港的關稅很貴 金邊港的關稅很貴 對 對 那 不用怕 我覺得要勇敢的追夢 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我們一樣失敗 我們也只是因為不專業所以失敗嘛 我們房地產這個部分還是很成功的 那像他們就是專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東南亞真的有非常多的機會 真的 真的 要去做生意 要去打拼 我覺得台灣講實在真的沒有什麼市場了啦 坦白講 對啊 大家就往東南亞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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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拼吧 對啊 柬埔災不行 還有緬甸 緬甸你們想要弄飲料店也可以跟我講啊 那個 共茶 緬甸就有共茶 共茶是我好朋友 但是新加坡人開的 對 我覺得蠻可惜的一點是 珍珠奶茶這東西是台灣放光大 但是到了國外其實很多都不是台灣人 只是他們只是拿著台灣的品牌而已 坦白說我算一算現在在金邊 在金邊真的是台灣人親自下去經營的珍珠奶茶只有四間 只有四間 茶泰馬來西亞人 柬埔災跟馬來西亞的華僑他們弄的 吳什蘭是馬來西亞人 對 他是到台中去跟吳什蘭談這個代理權 也不是台灣人 對 真的就是水象茶那種大院子 然後還有一間阿里山 剛剛最早看到那個很local那個台灣珍珠奶茶 對 那這四間是台灣人 剩下真的沒有台灣人 所以其實到海外去做事業也好 發展也好做生意 其實真的沒有大家所想像的那麼的困難 可是也沒有想像的那麼輕鬆 對 重點是你有沒有那個心 然後你有沒有辦法真的適應那個環境 你有沒有辦法在那邊做下去 對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因為飲料不是我的專業 那你們如果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可以 隨便都可以問 對啊 好 謝謝洪翔 那個 立請要不要接力講一下 我的部分呢 我想要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多問一下 對 其實你們 如果有想要問什麼 譬如說醫美啊 醫療啊 飲料啊 然後 呃 成醫我不懂啊 房地產啊 對啊 都可以問啊 都可以問啊 什麼 反正就是分享會嘛 大家好 我覺得大家好嚴肅喔 欸我還要準備很多見面禮欸 對啊 我問一下 在那邊 廣告行銷業的 市場空間嗎 會 會 大圖書室 或是 行銷活動 辦活動記者會 見面會這種 會 會不會 要 要很貼近 其實 要變得很在地化 因為畢竟 兩個文化差 當然啊 當然要在地化 比如說網路行銷好了 他們那邊一個人 基本上有五個Facebook的帳號 因為他們的網路行銷是用Facebook 對 所以你Facebook一定要非常強 他們甚至 呃 可能 一個網路通路商 他可能請了兩個到三個專業的IT 在幫他經營他們所謂的Facebook 對 他們電商有 發達嗎 電商 絕對比台灣發達啊 他們那邊現在用支付寶 他們用支付寶 對 用支付寶 那 他們那邊是 美金、減幣跟人民幣現在共用 都可以通用 對 現在最新的就是支付寶 我把麥克風傳上去 大家都可以講 來 你要繼續 我想問一下 那這樣 像 照你這樣講的話 應該說 呃 世界的那個 廣告公司應該都已經有進出的嗎 呃 柬埔在世界的廣告公司 廣告公司我坦白講 我沒有很熟啦 因為我們也是發包出去 但是 基本上 呃 你要做什麼記者招待會啊 什麼東西 都很 都OK啦 對啊 原則上那邊的廣告會是 就是 像我們不動產業啦 像我們不動產業 我講我們的 我們廣告主要就是打 微信 微信跟Facebook 這兩個站 他們的比例站很重 對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 譬如說像 淘寶網的東西 他們自己 柬埔在自己有一個類似的 叫做 轟 轟24 對啊 轟24 那是他們自己 柬埔在自己的 一個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淘寶網這樣 好啊 謝謝 請教一下 是 不好意思 因為到晚了 所以我不曉得 如果你剛才有講過的話 我再問就 沒關係 但是 就是基本上 我今天在房地上狀況 我興趣很好 好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 對 往上推 對 往上推 往上 往上開 我的娘娘 OK 這個 第一個是 我有興趣了解 那邊的那個 房地產市場的狀況 而且好像 據這個 聽到的媒體消息 是說 是說 他並沒有限制外國人 持有房地產 這是 對 的 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請教一下 就是 這次也是另外一個媒體消息 就是說 在柬埔寨 他們是 沒有 排華的現象 不像在 越南 這個 兩個問題 請教 謝謝 我可以講房地產嗎 可以啊 那邊 完全的開放啊 那邊 房地產就二樓以上 外國人就拿護照自己買 就是用你的名字 我們這邊 這邊大哥就有買 這邊就有一個見證者啊 那 排華不排華 所以說一樓不能買 一樓土地 不能買 他就是 他的規定是 2010年的11月 政府 柬埔寨政府正式通過 二樓以上 開放外國人購買 對 那你要買幾間 無所謂 不管 隨便你 那價位大概是在什麼 價位就看區域了 區域就有差 對 你看你要買重化區 還是在買精華區 你要買在PKK1 還是你要買在堆谷 還是你要買在哪邊 對 那價位就會有差 還有哪一個 國家的建設公司 蓋出來的品質 也會有一些差異 對 比如說台灣的建商 還是日本的建商 還是新加坡的建商 那個價錢 會有一點點落差 有沒有一個大概的數字 比如買在南四角 已經編現在啦 BKK1 BKK1 就是他們的使館特區 使館特區 現在的均價 一平方米 那邊大概都算一平方米 大概現在的均價 是差不多在 三千五百塊 美金 對 三千五百塊美金 上下 對 就是你換算成台均的話 就是差不多 四十萬 對差不多 一均四十萬 對 其實很快用每平方米 是用美金計算嘛 所以就大概換算回來 大概是 maybe三十五到四十萬 之間 這是貴的 這是 正常的 這是 這是就是 BKK1 就譬如說 大安區的名人項 二一六項 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 對 那邊的一個 大概的價格 那如果說 以重劃區來講的話 就要看 重劃區來講的話 如果是 譬如說 泛亞鐵路的 車站周遭 那邊的價格 大概到一平方米 差不多接近 一千八到兩千 對 那如果是堆谷 或者是萬古湖 那邊的話 那個價格會更高 那可能到四千多塊 五千塊去 對 那都跟土地取得成本 會有關 對 那那邊排不排華 柬埔寨是我 基本上 我除了遼國 沒有去過以外 現在我都有 跑 跑過一輪 那我覺得柬埔寨是 最不排華的 最不排華的 對 而且你那邊 我坦白講 治安來講好了啦 其實 最近回來台灣 滿不適應的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治安 好亂 對啊 昨天還有開槍嘛 對啊 柬埔寨那邊 你說有沒有偷有沒有搶 到處都有啦 但是柬埔寨那邊 不會亂開槍 不會亂砍人 台灣好像就這樣 就幾條命沒了嘛 好像中 昨天是什麼 中和跟 中和跟 跟桃園嘛 對不對 對啊 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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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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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在醫療方面 你有沒有觀察到 當地 比如說他們 因為你說 在當地要賣的話 要有一些創意跟特色 那在醫療部分 不知道你有沒有觀察到 上 一樣的狀況 醫療的話 你是指醫院還是 醫療器材 醫療器材 對 應該這樣講 醫療器材這個部分 我可能沒有那麼 了解 但是醫院的話 基本上他們有分 所謂的國際醫院 跟本地醫院 那國際醫院有分嘛 台灣人開的 日本人開的 香港人開的 馬來西亞人開的 每一個醫院會不一樣 對 那醫療器材來講的話 你 如果像那種拋棄式 我有認識 那個在醫院當翻譯 是本地醫院當翻譯的 他們那些翻譯 他們就是自己在那邊 捲那個棉花棒 就棉花棒 他們還是用手捲 因為 進口的比較貴 用手捲 他們還可以兼拆做手工 對 那你說那些器材 什麼東西的話 那我就比較不清楚 不過最近聽說 台灣有一批醫美 跟中國大陸的醫院合作 好像 好像 好像準備要弄一間 滿大間的醫院 在那邊 對 所以您是做醫療器材 這樣回答可以嗎 還是 還是 不好意思 因為我應該先介紹一下 我的身分 我其實是研究員 然後 對 幫政府做事的那種 然後 我們最近又去柬埔寨 實地考察 那品商的話 是鎖定在 醫療器材 跟當地的自行車這樣 然後 所以我才會先想說 想詢問一下 在 醫療器材的部分 比如說 在銅鑼或在當地 有沒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我先回答你自行車 自行車 自行車你就不要去考察了吧 在那邊騎自行車 可能會死掉 對啊 因為那邊的氣溫太高了 對啊 你可以去那邊坐摩托車 但是不要考 就腳踏車就不用了 對啊 你那個 只有在譬如說 西港 或者是在 鹹利在吳哥那邊 偶爾還會有人騎一騎 不過大部分人 會選擇騎大象 不會選擇去騎腳踏車 對 所以自行車 真的就不需要了 對 那你說 醫療器材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 這個東西 比較敏感一點 有點政治問題 因為柬埔寨是一中 所以他不承認台灣 台灣在那邊 柬埔寨是沒有辦事處的 他只有 你辦事處要到越南 要到胡志明 他只有台灣商會而已 對 所以你的器材 要怎麼樣進去 這個我 不是很清楚 這可能要 跟商會那邊的人 問一下 對 都是有一些特殊廣道 所以那邊沒有人 那邊沒有人騎腳踏車 那邊 沒有 那邊沒有人騎腳踏車啦 那邊連走路的人 也都不多 其實東南亞人比較懶 騎摩托車 坐嘟嘟車 對 坐 那個Uber 那邊有Uber 對 那邊有Uber 我 我 可以直接講一下 我補充一下好了 欸 有聲音 有聲音 哈囉 有幫你嗎 有有 有聲音啊 就其實 我之前在金不在工作過 我應該是跟你超過時間去 我是去年 暑假去的 然後今年一月回來 然後講到那個自行車就是 金不在他們認為騎自行車是窮人的行為 所以他們比較不會去做 比較不會騎自行車 因為那邊交通實在是非常的亂 就是 三不五時就有一些小插狀什麼的 然後 其實他們如果有一些小插狀也不會像台灣一樣動不動 都要叫警察 他們就自行 自行解決 然後拍了屁股就走了 所以 在台灣 可能我們很習慣叫警察 但是在柬埔寨 叫警察 反正你要多給警察錢 對 大概 講一下 因為柬埔寨它是小聖 小聖佛教 他們其實人民很和善 我自己就碰過兩三次啦 那個 插狀 狀到 我們正常台灣人下來就是屁肺腳對不對 你兇 他絕對比你更兇 而且他絕對有辦法找一群人幫你圍起來 你在那個路上看到可能沒有車沒有人 他就是有辦法 對 在 兩分鐘之內 可能找個十幾二十個人幫你圍起來 可是如果你 小插狀 你下車 啊對不起 怎麼了 什麼東西 你好聲好氣的 沒事 連錢都不用賠 連錢都不用賠 就這樣走 所以在那邊 不要覺得我們是外國人 我們好像比較厲害 我們出了台澎金馬 我們就是外國人 我們就是要低調一點 我們就是要 就是要 對 要小心一點這樣子 好 那個 我們這邊的規矩在麥克風就傳 好 那個 這邊有人要講話 好 好 快點開一碗 開一碗 開一碗 喂 你看一下你誰說 喂喂喂 喔好 就是想問一下你剛才說有只有四家的那個 像大運子的 部分的話 就是他們的水果也是從台灣進口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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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的水果 對 好 我這邊大概可以講一下 其實 如果 因為要開飲料店的話 會有所謂的耗材 耗材比如說 杯子 吸管 塑膠袋 那從越南這邊做的話 大概就是兩萬個 從越南就是大概兩萬個 超過兩萬個的話 越南他們那邊沒有辦法生產出來 你就要從中國 對 那如果水果來講的話 水果來講的話 基本上東南亞都不缺水果 所以其實 水果類在他們那邊 其實受歡迎的程度 沒有台灣想像的大 所以我剛才講的嘛 台灣人喜歡健康 喜歡青植 可是他們那邊就是 我要不健康 我要色彩繽紛 對 我就是要加糖漿 我就是要 對 所以他們那邊很流行 所謂的奶蓋 奶蓋你們知道嗎 就是那上面有一個 其實那個不是牛奶 打成泡 不是奶泡喔 是奶蓋 也不是奶油 那是粉 那是一種粉 然後你加水 然後調 看起來就是像奶泡一樣 但是吃起來有點像奶油的口味 但又不膩 他們很愛那種東西 就是你在那邊想到 越不健康 他們越愛 所以 剛剛那個卡普斯有沒有 我剛剛影片裡面 有一個那個卡普斯 卡普斯他 當時在做的時候 就是做飲料 先果汁 可是 後來倒掉了 因為成本太高 而且東南亞的水果 沒有台灣甜 沒有台灣好吃 我坦白講的 對 所以其實水果 果汁這一類的東西 在那邊其實 比較沒有那麼受到歡迎 對 反而是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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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魚那種 這個也要 才比較受到歡迎 對 比如說 舉個例子好了啦 比如說你那邊去 買一杯珍珠奶茶 我們會可能 三分 微糖 半糖 七分糖 全糖對不對 他還有Double Sugar 對 對 他們那邊會有Double Sugar 對 要再 就是要再加甜就對了 不好意思 減速一下就是 剛剛想問一下 當地的紅包文化 是不是也相當盛行 我相信 這方面在房地產部分 就是 現在可能比較清楚 那紅包文化這邊 可以減速一下 第二 那就是 現在目前我們 聚知就是 在交通方面 他們有跟中國大陸進行做合作 不管從鐵路開始在運作 甚至公路這邊開始在運作 還有 幾個 除了金邊以外 有提到了西港 還有其他公布 還有其他的地方的部分 還有什麼鑽石島 像現在跟越南那邊 還有很多賭場的部分 這邊是不是也是未來 還有永望二期 我講的有點多 就是 這一區 這區應該是 漸漸未來的 他們發展的地方 所以最後算沒有 對 紅包啊 在柬埔寨 叫做咖啡錢 叫咖啡錢 咖啡錢 其實在柬埔寨 順不順行 順行 對 但是已經開始慢慢的 所謂的地下化 沒有那麼 趕 像我們那時候 開店 要掛一個 康棒 康棒掛上去 警察就進來了 先付咖啡錢 康棒是算 尺寸算大小的 對 康棒掛上去以後 再來就是消防 消防 也是要來咖啡錢 咖啡錢要什麼 要兩隻滅火器 買兩隻滅火器 但現在開始慢慢的 就是 減少這樣的文化了 對 他們有在 有在調整 其實我覺得這個速度 他們在調整這個速度 跟越南比起來 比越南快很多 對 比越南快很多 現在進邊 看運氣啦 大部分 可能一半一半吧 已經不需要小費了 台灣那邊 一部分還要 但是越南那邊 大概三分之二 都還是需要 對 那至於你說那個 鐵路建設那些 交發展的話 其實 這要講很多 這就是 簡單講啦 如果你用中國的角度 再看整個東南亞的話 北東協的話 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一個是柬埔寨 另外一個就是緬甸 另外一個就是緬甸 那 中國把柬埔寨 在定義成 未來的一個金融中心 對 然後緬甸 定義成 就是那個 能源 能源 能源進出口的國家 對 泰國就是觀光休閒 越南就是工業國 是北東協 然後寮國就是農產 就是中國的農產 所以你說的鐵路 公路 什麼全部都有在進行 像譬如說 機場 他們昨天的新聞 公布 又多一個機場 公布也要蓋機場 鹹利蓋機場 金邊蓋機場 西港蓋機場 那這些 因為金邊機場 目前是法國人在經營的 99年 那中國政府直接跟法國人在談判 現在要把這個 法國的經營權取消 全部中國接手 對 那鐵路基本上東線 2020年一定會好 2020年一定會好 對 那其實你說 陸路來講的話 其實柬埔寨到 中國通過寮國 越南 泰國其實都已經通了 我坦白講 陸路其實早就已經通了 只是說沒有所謂的 呃 高速公路 沒有所謂的高速公路 那高速公路 目前現在正在弄 現在已經弄好一條 就是 閒利到 閒利到泰國的 呃 吳哥窟到泰國的 對 那一條是已經好 6號路跟6A路 對 那一條可以一直從 呃 昆明一直開到柬埔寨 對 那一條是已經好 那剩下的都陸續在弄 對 呃 呃 呃 曾先生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 兩個 問題 嗯 第一個的話 你們當初就是 開店在做就是 市場評估跟 調查的時候 你有想 就是有知道說 你的 競爭者是誰嗎 我所謂的 競爭者來說 以 可能分成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 國際的 比如說可能 一樣就是像是 鳳茶還是 Coco 那些就是我們 台灣的品牌 那他們 國內 是否也有 就是其他的 飲料 業者 然後還有就是說 以珍珠奶茶這個 這一個飲料 在當地人來說 算是中價位的產品 還是高價位的產品 對 然後不好意思 我再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是說 在東南亞 國家當中 你覺得台灣人 在東南亞發展 最大的優勢 是什麼 其實柬埔寨它沒有很明顯的所謂的外國區還是本地區還是什麼樣 其實它沒有很 它不會像 像泰國或馬來西亞還是中國它分得很清楚有特別的洋人街還是什麼樣之類 它的洋人街也不過就一條就賣酒而已 其實本地人也會去 外國人也會去 所以 所以在柬埔寨其實它不會 有那麼明顯的區分 那有沒有本地人開珍珠奶茶 有啊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們是直接拿代理權 他們直接拿代理權 比如說茶太 比如說 他們就是外國人 直接去 跟台灣拿代理權 所以 真正台灣人在開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運氣比較好 我那時候我身邊的 翻譯保姆兼司機兼什麼 是柬埔寨旅遊協會中文會的會長 所以基本上 我都是跟本地人接觸比較多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只有鎖定兩個區塊 一個就是甘榮街那邊 因為那邊學校多 那台灣人多 比較local一點 那再來就是BKK1 因為BKK1消費的會 價位會比較高 就是比較 比較高收入一點 對 但是其實你說 在甘榮街 或者是在BKK1開店的 價位是不是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 沒有差 對消費力沒有差 只是說消費的人不一樣而已 對 只是說消費的人不一樣 那再來就是 你看第二個問題不 第二個問題是 我想知道說 在東南亞 那麼多人 就是這麼多國的人 去東南亞 東南亞發展 喔 那你覺得台灣人的優勢是什麼 我覺得台灣人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巧思啦 我覺得台灣人沒有優勢 台灣人就是剩下頭腦而已啊 對阿 台灣人很會去想一些有的沒的 就嫩旁阿 鑽來鑽去 像這個一開罐 就是台灣人發明的阿 對阿 因為台灣 我坦白講 我不是唱衰台灣阿 台灣語言不行嘛 你到東南亞 發展你最厲害 你就是要語言 你會 我簡單舉例好了 你會剪文 會英文 你在那邊的薪水 就現在大概500塊 可是如果你多會一個中文 你至少800 你再會一個電腦操作 就是1000塊美金 對 1000塊美金 3萬塊台幣了 那你台灣人會剪文嗎 不會 台灣人英文很厲害嗎 沒有 那台灣人可以幹嘛 台灣人其實已經失去了去東南亞打拼的那個 我覺得 的那個 timing了 所以台灣人剩下的就是剩下那些 商業行為跟頭腦 那講實在的 我覺得 不是我要講台灣人 因為我自己也是台灣人 可是台灣人在東南亞真的很可憐 一盤散沙 因為老橋吃新橋 我舉例啊 一台車 這台車行情5萬 我找一個台灣人幫我介紹 這台車變8萬 可是我找一個節目專人工幫我介紹 這台車可能6萬 我就買到了 對 就是這樣子 可能 台灣人 不只東南亞啦 各國都是一樣 對 所以台灣人其實就是要盡量團結起來 然後 發揮你們的 發揮我們的巧思 然後在東南亞才有辦法存活下來 再來就是資金跟背景 就是資金 你要有 真的要有充足的資金 因為在國外真的就是Double 對 你眼睛張開吃喝拉沙睡嘛 你住在飯店 住在酒店 對 你吃飯坐車什麼東西都是錢 那邊的消費 你說便宜可以便宜啊 烤肉飯一克一塊錢 對 可是你要坐車過去 再坐車回來 你坐車坐過去兩塊 吃一克一塊的 然後再坐回酒店 這樣就五塊 那與其這樣子 我不如到旁邊去吃 漢堡王還是什麼東西 對 所以其實在國外的消費 真的沒有想像中的 尤其是金邊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便宜 對 那我補充一下好了 那在我補充之前 我想先問一下 因為我們剛好現在沒有做過一下調查 就是有多少人去過柬埔賽的 幾乎都有嗎 幾乎都有 前面 所以剛才有部分問問題的朋友 是沒有去過的 對不對 你也去過 沒有去過 好 那我先大概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因為其實剛才 呃 就是那位小姐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們台灣人 去那邊我們有什麼樣子的優勢 或者是發展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目前節目再來講 他們呃 有所謂很多的海歸 就是從國外 念書回來的年輕學子 這是第一個要件 然後再來第二個 他們目前的人口紅利 大概是出公出社會做事的人 大概是20到25歲之間 所以你們呃 如果是要去檢訪再打拼的話 就是我們基本上先設定好 我們是要跟這樣子年輕的人去做一個競爭的 對 那相對上來講 因為他們從前是貧窮的國家 那現在他們是 其實這幾年他們真的進步的很快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下 所以他們不得讓自己真的也要進步的很快 所以說他們中文也要會講 英文也要會講 這是語言上他們的優勢 然後再來第二個 他們其實有點像是 紐約的那種 Be Apple的感覺 就是他們很容易接受各個國家的文化 只要越新越新鮮 然後夠有創意 他們都願意去嘗試看看 可是今天如果你是要在那邊 而且他們很吃品牌 這個迷思點 對 不管你是什麼大的品牌還是小的品牌 你只要一次開三家店一次開五家店 他就認為你就是品牌 對 那所以短時間之內 maybe你會造成就是所謂的一股轟動 對 但是你要怎麼去維繫後面的來客 其實我覺得這是比較需要思考 最好的一個地方 然後最後啊 就是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因為在柬埔寨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台灣人的軟實力 其實真的是 在那邊運用其實還不錯的 因為不是說像 雖然說我們本身是總是房地產 但是我前身 我的前前前前身是做教育的 對 那教育的人 就是我們去那邊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的方向 或者是角度 有時候跟房地產界的人 對 甚至是商業界的人 可能是會不一樣的 對 那台灣人的軟實力在那邊 其實只要善用你的腦筋 比如說你想到有創意的 然後呢 你把它設定好一個你想要做的東西 但是事前的市場調查 是必須要的 對 而不是像曾先生就是當初就是Lily Coco 然後就是直接這樣過去做的 那是剛好有一個很熟悉的在地的朋友 可以幫他打就是所謂的接地氣的部分 因為我們畢竟是異鄉人 我們在東南亞每個國家 甚至是Farway的就是其他國家的話 我們都必須做到接地氣三個字 對 所以我就是簡單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曾先生說 如果真的想要去那邊發展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可以發展的國家 但是你們一定先讓自己要在那邊沉澱個 我覺得半年差不多 然後再想想看自己是有什麼樣子的power 或者是專長可以在那邊運用 像找些那個後面的那個穿黑色衣服的先生 剛才可能沒有很完整回答到你的問題 其實打個比方來講 大圖書除在那邊有沒有市場 有 為什麼 因為那邊現在他們的商業模式 其實慢慢都已經出來了 尤其像所謂的BKKY 就是所謂的大使館特區 我們的房地產業 我們的所有的paper 行銷的東西 其實很大部分都是從台灣做好 再帶過去 對 所以你說那邊有沒有市場 有 但是你可能自己也要去那邊 然後去研究一番 看怎麼去把它restart才有機會 對 所以有很多的東西都是 我們會從台灣帶過去 對 那邊其實它很缺乏的是技術人才 技術 技術的部分 對 所以如果大家有所謂的技術 其實去那邊做好市場 maybe就可以一展長彩 這樣子 對 那就是綜合一下 好 這個是節目在台商會的一個秘書長 一個秘書長 他知道說 他剛好看到網路說 我們要來講一個這個失敗的這個 他就特別沒有了一封這個 他說幫我交代一下 就是轉 轉述一下 對啊 那我把重點就拉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 因為真的很多人來來去去 失敗的人其實真的不少 那 這是他們真的在 在 國外二三十年的一些經驗跟建議 那 那我這邊稍微講一下好了 這個 到國外投資創業需要先了解 風俗習慣 客員 工作人員 習性 也就是當地人 因為我們請 一定是請當地的人來做所謂的服務 然後消費的對象等等 金邊貧富差距很大 你的客戶在哪裡呢 然後金邊大學對面咖啡廳天天天人滿 因為有錢子弟上大學開車 還有騎車來的 但是好像不是來上課 而是來喝咖啡的 對 所以那邊貧富差距說真的還是有的 對 那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金邊的他的消費水準 坦白來講 比台北還高差不多 百分之二十 大概有貴了差不多 一成五到兩成左右 對 我們都會拿那個星巴克的指數來看 所以差不多是貴兩成這樣子 那 還有什麼問題嗎 你好 鄭先生 因為我對東南亞不是很熟 所以我聽了話一輪以後才來詢問你 那我自己 這個 講一下我自己本身是做 政治性的雜誌這種編輯 那我想請問一下 政府一直在推新南向 請問一下你覺得政府在對新南向的這個 過程之中給台商有沒有他的幫助 因為我們政府一直在講 新南向這塊 有沒有在 不管在資金上 人財事上 或各個方面有沒有做到一些幫助的工作 你要聽實話還是 兩個都聽吧 我沒有想聽實話 實話 當然是沒有用 騙人的 好不好 謊話就是 有些國家還是有用 對 但是並不是全部 比如說 新南向推新加坡推 菲律賓 或許有用 但是新南向在柬埔寨 在緬甸 在寮國就沒有用 那新南向其實推 所以主要它的鎖定已經不是所謂的東南亞 它是所謂的 呃 比如說印度 然後 那個 印度 然後那個什麼 孟加拉 孟加拉那邊 它的重點 其實台灣的新南向的重點已經在那個地方了 對 因為它新南向我坦白講 它推不動 它推不動 對 就是這樣子 你連辦事處都不讓你設 對 你連 對 所以沒有用 所以是政治上的問題 政治上的問題 都是政治上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對 所以在 呃 人才上或這些幫助 所以你認為它大概是一個 換一個口號或是算一個 對啊 就喊喊口號就好了 聽聽就好了 補充一下 沒有 因為政府有它自己的計畫 對 但是其實你靠政府不如就是我們自己去 應該是這樣講會來的比較快一點 對 因為你終究 比如說像 呃 如果你有再注意一些經貿協會的文章的話 經貿協會 其實它 呃 前陣子 它是有推一個就是新南下政策經貿協會 然後當場 現場其實是來自就是到東南亞 東協 然後一直到黃金走廊 就是到印度那邊去 這幾個的台商 對 然後都有在那邊設廠工作的人 其實呃 那天都是有餘會到場的 那其實政府在對新南下來講 其實他們其實真的是有一個計畫在那邊 對 但是這個計畫是不是真的是計畫中可以計畫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往往就是變化感的上計畫 那與其我們等待就是這樣子的安排 不如自己主動走出去 反而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像我們去柬埔寨 因為第一個柬埔寨本身是沒有台灣辦事處的 對 所以我們就是我們去那邊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直接接民間的一些機構 然後再做交流再做對流 這樣子的方式反而會比你去仰賴政府的方式還會快樂一些 這樣子 請問你們當初怎麼選柬埔寨 為什麼不是越南無知名 為什麼不是泰國人是柬埔寨 其實當初會進去柬埔寨就還是一樣 房地產的原因 因為那是我的本業 那 早期就是先炒海外不動產的話 就是從日本開始嘛 日本 然後再來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後來變成柬埔寨 對 那馬來西亞那時候其實有進去 但是對於馬來西亞其實 感覺沒有柬埔寨好 就是基期啦 就是我 因為畢竟我是 比較商業一點 所以基期沒有柬埔寨來得好 所以 才會選擇柬埔寨 不選擇馬來西亞 基期 基期就是房價的那個 漲幅啊那些東西 對 起漲階段 起漲階段 對 所以才會選擇柬埔寨 然後再來就是柬埔寨 它是用美金 它沒有外匯管制 對 那 這就對於房地產來講 差很多 我今天匯一千萬進去 明天匯一千萬出來 柬埔寨政府不管我 對 而且我用美金 我沒有匯差 對 那這個東西 再對於房地產而言 就會差很多了 因為畢竟房地產的金額 是比較大的 那匯差 有的時候一毛兩毛 就會差很多 對 那我用美金 對 所以我們就會選擇柬埔寨 這樣子 那想起來我 就是我跟兩位講者見過 就是在那個聽 台灣一位大學教授去泰國便利商店蹲點 非常 對 然後我那時候坐你們旁邊 然後我記得講座結束後 稍微跟你們聊一下 就說 其實你們也可以 來這邊做個分享 然後 也很感謝張正 就是真的推了你們那一把 讓你們今天真的坐在這裡 很難得啦 因為 我知道你們到時候 時間都是在柬埔寨 對啊 那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就是 就針對房地產的部分 就是你做了這麼 多年下來 你觀察他的地產商 主要是以哪一些外國廠商為主 然後 那個買主 是以外國人為主呢 那哪一國人最多 或者是 柬埔寨本國人購買的這個比例也開始增加了 你對這個房地產市場的觀察 OK 房地產市場 我先從消費者來講 好了 剛性需求 其實早期 柬埔寨的房子分成所謂的排屋 Villa 跟這種apartment 就是這種高樓大 這種 電梯的大樓管理的 那所謂排屋就是 像中南部的那種透天 1234樓這樣小小移動的 早期我們剛進去的時候 坦白講 本地人他沒有辦法接受 這種大樓 但是大概在去年 前年 前年中吧 前年中開始 這些本地人 他們已經可以接受這樣的房子了 為什麼 因為這種房子已經開始家屋了 那他們會覺得說 我住在裡面 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 因為這種 這種大樓 通常都會有公司 會有游泳池 會有健身房 那那邊 其實你要去健身 其實還蠻貴的 你要有 那邊也沒有 今天只有一個水上熱源 一個禮拜開一天 對 所以 其實他們還蠻愛玩水的 因為很熱 所以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那早期我也未知說 就是海龜 海龜就國外畢業的 回來的小孩子 他們不想要住在這種 這種排屋 這種透天裡面 他們就會想要住在這種apartment 還有再來就是長小山 長小山 很多小山住在裡面 就是有錢把它藏在裡面 你不用出來 見不得光 對就是這樣子 對 那 就是大概從去年 前年 前年中 前年底開始 就開始陸陸續續 有很多的本地人 可以開始接受了 對 那 你說 好 這是剛性需求嘛 那外國人 有哪些人會去買 其實台灣人的比例蠻多的 中國 現在買盤最大的是中國 再來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台灣 大概原則上 大概這六個國家 歐美有沒有 歐美比較少 有比較少 對 他們大概 他們會 他們寧願用租的 讓他租在 可能比較 他們現在也比較 退出金邊了啦 他們大概會往 西港或共部那邊去走 因為他們比較喜歡大自然 對 他們比較喜歡大自然 所以他們在共部 在國共 你會發現到 那邊有很多所謂的 生態旅館 生態旅館 很天然 然後是歐洲人開的 北歐 俄羅斯 對 他們開的 那那個費用其實 都不便宜 住一個晚上 貴的要到 三千多美金吧 一個晚上 對 九點就沒電喔 九點就沒電 對 還要三千多美金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你說 如果以建築來講的話 呃 那邊我覺得還蠻缺營造的 我覺得還蠻缺營造的 如果有營造的朋友 可以 可以考慮 那邊營造大部分 都還是中國為主 對 那 剩下的話 技術嘛 木工設計 設計 有那種室內設計師的 或是 也可以去那邊發展 那邊還蠻缺的 大途輸出 他們的 他們的技術真的不好 所以我們都寧可用扛個扛過去 扛過去 或是我們的那些設計圖 都還是一樣台灣 這邊畫好 再送過去 送過去柬埔寨 對 那陸陸續續 已經有一些 但是 費用還頗高的 所以 像 後面那位大哥 如果你是大途輸出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趕快去 可能還可以賺到 應該還可以賺到一波 對 大概是這樣 那房地產那邊其實 不用太擔心啦 因為不管是他們的政府 政府的報告 不管是外資的報告 其實 柬埔寨的供需到 到2030年之前 都還是 還是一個供需不平衡的狀況 對 而且他們的供需不平衡 房子不夠住 因為其實 就像 我舉例來講 就像 中南部 中南部的人 都習慣住透天 你只要去住到高樓大廈 他們會習慣嗎 不會 所以 像 譬如說高雄 那個美術館周邊 那一樣蓋豪宅 誰去住 沒有 早期沒有人住啊 可是現在咧 現在都住滿滿 所以其實他們是 慢慢在進步的 但是 東南亞 尤其是柬埔寨 他們的進步 不是跳躍似的在進步 他們是跳躍似 他們沒有用過手機 沒有用過call機 沒有用過室內電話 他們直接拿的就是手機 直接拿的就是iPhone 他 不知道什麼叫做 呃 我想跳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3G 因為他們直接就是4G 他們直接就是Wi-Fi 對 他們不知道Nokia有啦 Nokia有啦 對啊 所以他們是這樣跳躍似的在成長 而且 呃 現在 整個東南亞是世界的一個焦點 因為中國政府的一帶一路的關係嘛 所以 所有 世界的精英分子 其實都往東南亞去 所以他們進步的速度會更快 會更快 對 所以 我覺得 不管房地產也好 不管投資 不管生做生意 其實 不用太擔心 講實在的 我自己兩套房在那邊我也不擔心啊 大哥那邊也一套房 對啊 兩套 也兩套房在那邊啊 對啊 我一套房 還有一個月還可以租個650塊美金 對啊 在那個娛樂區督場旁邊 對啊 650欸 3萬多塊 還不錯喔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是 其實我也常常公開在講這個事情 就不公開罵袁木華 哈哈哈哈 就是 老 雖然我知道你們 欸 我上次你們跟你們講這個 好 就是 就是 我對於 房地產在那邊 我自己是有 當然有意見 可是我是外行啊 就我也不搞房地產 可是我會 推測 假設 因為太多去搞房地產的 這樣的事情 會 炒高當地的房價 然後會導致 當地的中下階級的人 住不起房子 可是 我今天就想請問 我這個推論有沒有錯 或者 的確也沒錯 就是 其實你才是專業 那個 沒有錯 也沒有對 沒有錯也沒有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 那個地方 我講柬埔寨好了 其他地方我就不講 柬埔寨其實有錢人 比台灣人還要多 而且比台灣人還要有錢 所以 在於他們 在於他們是 要不要買 對 那 那邊的房價被我們外國人炒高了 沒錯 可是 他們也有所謂的平價住宅 包含他們政府現在在蓋所謂的 國民住宅 對 那 只是區域在哪邊 區域在哪邊 我講的 就比如說你是在精華區 你是大安區 還是你在淡水 差別只是差在這樣子的 一個 一個 一個狀況而已 對 如果你今天你是在淡水 我蓋一套兩萬塊三萬塊 本地人買得起買不起 當然買得起啊 今天你買一個三萬塊美金的房子 你希望住在大樓 還是希望住透天 以柬埔寨人現在的思維 他們希望住在大樓 對 那再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付款方式怎麼付 對 因為像柬埔寨 你有在那邊工作過嗎 他們那邊的本地包含工廠 他們是一個月發兩次薪水 對 一個月發兩次薪水 所以你的付款方式 是他繳得起繳不起的 像現在如果你的月繳是三百多塊 四百塊 他們隨便喔 買到翻掉排隊 你們有 可以想像嗎 那邊的房子 本地人在買是排隊 一天賣一千多套 都是本地人買 這是確實的 你們如果有 在看我的Facebook 或者是 我的粉絲頁上面都有 還有直播 對 沒有這邊也稍微補充一下好了 因為他們 基本上高中畢業 就要會中文解文跟英文 對 這個我學教育的 這個我 當然也有稍微去那個 搜尋一下資料 那他們現在來講的話 大概 呃 坦白說有時候我們上面看的GTP 不見得是真實的GTP 對 因為怎麼說 因為以現在來講 工廠的工作人員 就是工那個作業員 大概每個月大概是 500塊 500塊左右 將近500塊 我現在講的都是美金 可是你到了市區 可能是一般的上班族 所以他們的薪資 大概落在1000塊美金左右 大概也區別可能在於是 你會集中語言 你會播一電腦 然後跟這些都是有 有相對性的那個調整的 所以說 呃 柬埔寨是不是外國人 房地產的部分 是不是外國人去炒包的事 那馬來西亞是不是 也是 越南是不是 也是 泰國也是 對 其實世界各國 在房地產景氣好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要去炒房 這是確實的 但是你們要有一個 呃 概念就是說 因為柬埔寨本身 它是五個台灣大小 對 然後但是 呃 所謂的金邊呢 它差不多是 新北市左右 對 可能稍微小一點點 對 但是大部分的人群 它都是聚集在首都 也就是金邊 這個地方工作 對 那同理可證 今天我的工作的區域 是在哪 我maybe我買的房子的需求 就會是在那邊 對 那再加上說 現在房地產 建商 呃 坦白來說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我一定要賺錢 那我可能會提供 比較好的優惠 月付 半年付 然後一年付 看怎麼付 頭期款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看怎麼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調配 對 那 呃 柬埔寨本來就很大 西港 就是靠最 最左邊的那個地方 西港 然後在下面的 泵布 其實目前很多的草房 其實是往那邊去的 但是金邊 它其實上還是有市場的 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在土地取得來講 就不容易 再加上說 我們要退廠的時候 其實都會想到說 當地這個區域的量體 它需要幾年的時間來消化 對 這個可能就是會比較專業了 對 可是我今天就是要講那個重點 就是說 泵布尼亞它就是 基本上就是有台灣這麼大 對 那有需求就會有供應 對 對 那你供應的量體 然後跟當地的需求 你如果 供需不平衡的話 它的房價就會 有落差 對 這樣大致上大家可以了解嗎 其實房價已經調整過一波了 對 現在 其實 炒到最高的話 就2014年 2014年就是到頂端 然後開始到2015 開始往下 那震盪 然後包含一些淘汰 對 那現在2017其實已經到一個平穩期了 那接下來 今年已經選完了嘛 明年還有一個大選 其實基本上也是洪森會上啦 所以其實 呃 房價會不會再變動 其實大家 就我們現在建商的立場 其實變動的機會已經不太大了啦 大概其實就是這樣子穩定 那 之後 要再等到一個大的變動 就是2020年 2020年 大家都在看 等這個2020年 為什麼 因為2020年的范牙鐵路東線通車 那它是一個很大的利多 也是一個很大的利空 到底2020年會不會通 怎麼通 那通了以後 會造成什麼樣的願景 還是什麼樣的東西 沒有人知道 所以大家其實就是在2020年之前 其實就大概 房地產其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對 你可以在那邊有很好 穩定的收租 租金效益 對 可是你要脫手 你不見得好脫 因為我坦白講 在那個地方其實現在 中古屋市場 還沒有那麼 開始興盛 所以 通常叫做有航屋市 明明可能 價格已經有到那個地方了 但是沒有人要去買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個房價是被藏上去的 應該總結是說 現在它才算是一個 有符合市場 賣落的 一個 房地產的現象 對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 這個就是金邊 然後這個是5月7號的時候 的空拍圖 其實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金邊市區 金邊市區 那其實高爾大校真的沒有很多 對啊 就分區域 分區域 你要在這種市中心 像這個獨立紀念碑 這種市中心 它的價錢就是貴嘛 可是如果你到外面 你可能到鑽石島 那它 價錢可能就會再高 那它的量 量體更大 對 我先給你們看市區 我待會再換一個郊區的給你們看 所以你那個選擇的點很重要 那早期我們因為資訊不平等 所以我們選擇了 就人家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 可是現在比較不一樣 現在就做多可 金色的那個就是 Dusanaga的二期 我等一下找一個 後面的那邊給你們看 那邊的量子就很大 對 好 對 就要去到 那邊的季節 那邊的季節 就要去到 到底在那邊 那邊的季節 那邊的季節 就要去到 那邊的季節 現在是 那邊的季節 這邊裝上市場周邊 那這邊就是本地人的生活圈 剛剛那邊就可能外國人比較多一點 這邊就本地人多一點 那這邊你們可以看到那個空地比較高的那種 那種就是重劃區 然後這個Central Market 可以稍微講一下 它是今天就是 Cambodia在法國殖民地的時候所蓋的建築物 一直到現在 裡面是完全都沒有梁柱的 所以它是法國人建造的 一直留存保存到現在 像這邊有沒有 這邊叫萬古湖 萬古湖 如果那邊的地已經炒到一平米五千六千了 如果你要再去買那邊的房子 是不是就相對更高 可是你那邊的開發 就要看未來 那 像那一棟 那一棟是Skylight Skylight三幾層樓 那 四百多戶吧 沒記錯的話 四百多戶 可是它的巷弄就很狹小 那你就 變成你要去思考說 你買在那個地方 你未來的交投進出會怎麼辦 就有點像鑽石島的這種概念 那這奧林批克運動場 這奧林批克運動場 這裡在金邊很有名 那你們也可以看一下 這全部都有房子 這量體要消化掉要多久 要怎麼消化 要怎麼消化 然後後來一路長到三十四 現在三十 對啊 那我覺得相對 現在是相對低點 對啊 所以怎麼樣去挑 這倒是今年五月拍的 對啊 所以那邊會不會有像台灣在炒 年輕人買不行房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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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還有很多房子 還有很多便宜的房子 對 還有很多便宜的房子 如果年輕人 而且 為什麼 那邊的房地產會一直炒 這樣子 因為柬埔寨它是一個母系的社會 有在那邊工作過 或者那邊久待一點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邊結婚其實都很早 那男生跟女生結婚了以後 如果男生沒有房子 是要去住到女生家 你知道嗎 對 他是要去住到女生家的 有的你在台灣就變入贅 被人家的 所以男生出社會 第一件事情 不是買車 是買房 對 他可能 花個 一萬多兩萬美金 買一個牌屋 一樓半的 那有錢以後再慢慢加蓋 他也不要先去買車 對 因為他們 你男生一定要有房子以後 我們夫妻才可以自己出來住 對 小夫妻 所以其實 這也是為什麼柬埔寨的房價 不管 不管 CBRE也好 不管他們有國主部也好 都還是認為說 到30年前都會供 供需還是沒有辦法 對 而且他們現在平均 他們一個家庭大概生三胎 兩個到三個 所以他們的人口紅利 其實會一直往上 一直年輕 剛剛你的意思是說 供不應求 對 太多人要買包 快很多人要買 所以會有人買不到 不會有人買不到 你不是說太多人 你買在哪一個區域 對 你買在哪一個區域 像這邊的房子都很便宜 這邊99年地上全 奧林匹亞城 對啊 那像我們的房子就比較貴 大哥的房子就比較貴 那個永久使用權 地點也不一樣 我們旁邊是百貨公司 這邊旁邊是體育場 除非你很愛運動 不怕熱 你每天下班 你要去跑操場 對啊 在我們那個地方 就沒有辦法跑操場 對啊 然後這邊也可以順帶一提的 就是說 就是 其實那邊其實要創業 我覺得 真的還是要過去看一下 那邊對我們台灣的年輕人來講 我覺得值得去看一看 對 因為我是從流浪教師 然後淪落到 對 還在那個迷茫之中 我就自己跑去江湖寨 就是 背包客 然後就順便就 欸覺得怎麼蓋了那麼多房子 然後就看看看 然後看起來就乾脆自己來賣好了 對 是這樣子才改做到這一行的 對 那那邊也看了非常多的東西 酒水都可以做 對 然後各行各業都可以做 然後看你會什麼 可是看起來好像 可是要提醒一下 還是一樣自己要去那邊 深入了解那邊的環境 然後大概還是老化重體 就是將近要半年的時間 這樣會比較適合 對 那你們有吃過什麼苦頭 我吃過什麼苦頭 除了 去柬埔寨嗎 去柬埔寨吃過什麼苦頭 有啊 一天看三個案子啊 我都沒有坐車啊 都走路啊 對啊 都留了 那邊就是都狂飆患就對了 然後就是一直狂走這樣子 對啊 就是突然 就是突然很想趕快去了解 把它全部摸透這樣子 所以我二十幾天看了 將近快三十個案子 就是一個暗場一個暗場看 對 真的太遠了 我才坐所謂的那個都督車 那個時候還沒有Uber 對 然後Uber是最近這幾個月才有的 對 其實今天就是 就是畫面上面這樣給大家看的 其實它沒有想像的那麼落後 但是也沒有 真的那麼 台灣的硬體那麼好 可是它的軟體一直不斷不斷的在進步 那硬體其實會慢慢追趕上來 而且尤其是現在中國大陸 火力全開 對柬埔寨 對 火力全開 所以我相信 可能 maybe五年吧 五年之後他不輸台北 maybe五年不輸 之後不輸台北 那 大概就這樣子 還有什麼想要問你想要聊的嗎 有沒有什麼要 所以最後就是啊 你是有技術的人 然後你又有 腦筋又動得夠快的話 又有創意的話 就是歡迎你們來檢查 這樣子 我們可以私下聊 還有沒有誰要說說話 不然我們通常會傳麥克風 不過今天好像很多人都講過了 還是你們想要聽什麼八卦 比如說以前貸款會碰到什麼事情 還是怎麼樣 對阿 那我把麥克風傳下去 請問你們會不會檢文 那如果說會的話是怎麼樣的學習方法 或是怎麼樣的豎成 你說不會是騙人的啦 但是 不過就是那幾句 會而已啦 對阿 可是你會不會檢文其實不太重要 不太重要 因為那邊你講英文 講中文其實很通的 那邊很多孔子學院 對 孔子學院 就是專門教中文的 對 包含你坐都督車 其實他都會講中文的 講基本的中文都OK 你們如果是那種留英 留澳 留美的那種英文 在東南亞中實在沒有用 像這個留美碩士 在那邊英文比我還來 我去那邊英文完全沒有 只有他能溝通 我們還可以三價 2 2$ OK OK GO 3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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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了 對簡單的 他們很OK 比如說我們的圓 幾塊錢 我們是$ 他們是$ 所以我一開始 我完全意會不過來 我想說他在講什麼 他在講什麼 後來經他解釋 我才知道說 那是$的意思 對 那基本上其實不用太擔心 語言的問題 因為像我剛才講的 他們高中畢業 就要會中文跟英文 對 這是未來他們的趨勢 對 所以我覺得語言上面 我覺得害怕 對 謝謝 還沒有拿過麥克風的 拿一下 然後 不講就傳給別人 哈哈哈哈 每個人都拿到一下 我去過三次 市長 我沒有想過 你拿到 然後傳一下 沒拿到外科風 那你們還有什麼特別想要問的嗎 他明年選舉是 哪時候選舉 紅森哪 明年八月啊 明年八月 八月 你傳給那位同學 可以不講 你就幫忙 然後一個一個再傳過來 借我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工商服務一下 這是我的那個粉絲業跟那個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 對啦 這是我的粉絲 我們個人的粉絲業 對啦 裡面沒有 沒有商業行為 就是純粹介紹 這是純粹介紹 東南亞 就是東南亞 對啊 純粹介紹東南亞 比如說裡面有一些像 最近菲律賓 ISS 蠻嚴重的 對 然後 柬埔寨的一些發展啊 然後印尼啊 什麼 馬來西亞有一些東西 那教育方面的 其實也很多 國際學校 如果針對教育部分 比較有問題的 其實可以問我 對對對 因為我在那邊 國際學校也去 訪查了好幾間 對 說真的還真的還不賴 對對對 當地哈是哈韓嗎 有什麼外國的東西 其實還好耶 當地如果你說 當地哈泰 對 他們非常迷泰國 尤其是那種 泰國小明星 對 非常迷 對 所以如果你要做飲料 欸 不是做飲料 你要做什麼東西 只要跟泰國有關 基本上應該都會大紅 對 打個比方 打個比方來講啦 像 柬埔寨的女生 他們基本上 因為整天曬太陽 曬太陽嘛 所以他們都比較 幼黑一點 可是他們很喜歡 就是 泰國人 就是這樣白白的 對 所以他們用的化妝品 基本上都是從泰國那邊過來 然後他們的面膜 其實有來自泰國 然後也有來自韓國 然後他們在超級市場 賣的話是散裝的 比如說一片一塊錢 這樣子 賣的方式是用散裝的模式 對 所以泰國方面的話 他們當地人是 呃 就我所知啦 女生是很喜歡 他們肌膚的白 然後喜歡用他們的化妝品 跟保養品 這樣子 那個黏著度很高 那個 對 黏著度 非常高 你就會 你看 欸怎麼這麼黑 然後 這麼白 對 這什麼叫黏著度 就是那個 碰到水還不會掉 好 那個 公開的演講 我們就到這邊為止 那待會兒還有時間 大家可以再問他們 私下不可以直播的部分 那就是你們現場的 那個來賓的特權 那當然要看他們有沒有人講 那我們再次謝謝 這位代表台灣出征 柬埔寨的金童玉女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